其实在昨天本来听到民党不参加 这个前民党的大佬林佐水 他就是觉得莫名其妙 他说党团第一时间已经写好了 事件申请和紧急处分的申请文 但党团成员不参加言辞答辩 柯总召这个决定 他说是轮到民进党没收自己距离力争 展现宪政论述的机会吗 而且他认为 他说这个决策真的怪透了 林佐水说更讽刺的讲 这个举动难道是避免派代表 去和当年的红旗昌 陈水扁 林佳龙 以及顾力雄提出的论述辩论吗 因为你知道上个星期的时候 也就是林佐水也在po文 他就说什么危险 难道是在说陈水扁 顾力雄 林佳龙 这些是白痴吗 所以他再一次才提到说 那你不去辩论 你是怕说和当年的他们 提出来的论述辩论吗 极尽讽刺了 那当然这个老柯柯建民已经改口了说 有啦有啦会去啦 只是在这边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台独理论大师 最近天天都在崩溃喔 被自己人搞疯 因为台独理论大师他是比较有理念的啦 那老柯啊 为什么他第一时间说不要辩论 因为不敢嘛 因为我们看他在国会改革无法的在修法过程当中 其实他没有讲出一番道理出来 我们在院会讨论的时候 老柯也是有发言三分钟喔 从后到尾都没有讲说法条怎么样 内容他讲不出来 他就一直说 哎呀 你们就是在为习近平投票啦 你们就是中共代理人啦 这就是最廉价的辩论方式嘛 就是我不跟你讲道理 对对对 我跟你 我就人身攻击 然后让你去注意到人身攻击之后呢 我这个道理呢 我就不用去辩了 这最廉价啊 所以我跟雨萱吵不过他 我就说怎么样你头发卷了不起喔 你头发少了不起喔 对对 就类似这样子 有没有 类似这样子 这个代表说我觉得老柯在他心 因为老柯毕竟他在立法院也久了 他自己有经历那一段就是 民进党推动国会改革的日子 对 他知道说当初他们为什么要争取 然后道理在哪里 现在你要他忽然间转身变成为执政党护航 要去拒绝国会改革 其实他内心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挣扎 所以他没有办法打脸他过去的党团嘛 怎么办呢 只好就扣红帽子啊 中共同路人啊 习近平 帮习近平投票 那因此不要辩论最好啊 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要辩论了 人家要跟你在那个宪法法庭讨论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 你在帮习近平投票啦 你是中共同路人 能看吗 对不对 大法官也会觉得 莫名其妙 我们今天叫你们来讲法条 有没有核线 你一直跟我扯什么 中共同路人 你到底民进党在干嘛 所以当然是能躲就躲 可是问题是 躲了之后发现好像不能躲耶 好像这个躲很糗耶 连佐水都出来讲说不能躲 那只好改口嘛 所以接下来我真的是非常好奇 在宪法法庭上面 民进党到底要用什么理由 就是扣除掉什么 为习近平投票这种东西的 就是扯阿贡这些之外的 之外的理由 我真的很想好好听一听 真的啦 然后再回到来讲 讲那个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今天在签署法案的时候 他还加注了一个意见 他说他虽然签署公告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但是他说 条文有违反权力分立 及侵害人民 基本权力之宪政争 我天哪 赖清德你把你自己当做大把官 大把官你现在只是视线而已 大把官都还没有判 结果你直接可以在法条上面 加注意见说这个有危险 他说他是宪法守护者 对啊 宪法守护者 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是 有一点点疯狂的 对理论上来讲 那不然你不要视线了 你直接宣布违线就好了 然后你把违线理由都写了 叫大把官噪念就好了 如果还没有的话 你可以直接讲说这个侵害到 人民的基本权力 宪政争 你也只是宪政机关 其中之一而已 你不是上帝视角 来宣布直接违线 我觉得赖清德这样真的好可怕 那我其实也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他们 为什么他们要一直 拉高那个对立 一个当然是因为 就是老科 他们过去在国会呼风唤雨 惯了 即便是在王金平当院长的时代 他只要有抗争 当时王院长都会尊重他们 所以导致于 马总统那时候要推的法案 也推不过 那时候只要两党有争议 有推过好像只有6%左右 但这一次 不管是韩国院长 或者是我们国民党党团 完真的嘛 你们想要党 你们想要为了护航 你们的行政权力在党 我们跟你完真的 我们就是要 就是要过啊 所以他们开始有点不能接受 所以要开始搞政治斗争 推动罢免 这个当然是起一 第二个就是我认为 其实赖清德自己对自己的执政没有信心 所以他希望 在他执政的这几年 就一直搞 一直搞对立 一直搞蓝绿 一直搞蓝绿 搞到就是社会很纷扰 然后呢 他的一些执政不利状况 的焦点就不会被注意到 比如说这几天 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缺输液 比如说像最近 非常多人跟我澄清 我有一个同学 他爸爸在一家医院 他也是发严重发现说 因为没有护理师的照顾 所以他爸爸 他感觉啦 就是说有一些 是因为没有照顾 是因为能力不足 所导致的疏忽照顾 那很多医院也跟我反映了 就是说急诊室 现在等床要等非常久 不是没有病房跟病床 而是没有护理师 所以没办法开除 这个东西 攸关民生健康严不严重 非常严重 可是他被我们整个社会 关注的力道够不够 不够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看 冲突的东西 喜欢看蓝绿的东西 那民党现在就不断挑拨 就说哎呀 什么肚子扁扁 就是类似什么肚子扁扁 也要挺阿扁 就是没有病床 也要挺清德 现在就是这样 没有护理师也要挺清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民主 我们价值 蓝白是为了习近平投票 就是用这种民粹方式 去转移内政的腐败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 我每次听到民进党 讲民主 我就觉得很好笑 什么叫民主 民主就是全责相扶 这个最基本的 我们选你出来 你有一定的权利 你就要对应相对的责任 这是民主的基本 对不对 负政治责任 然后你要被监督 为什么 因为我选了你出来当总统 你有非常大的行政权 行政权 如果没有说要监督 就会做出 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 现在民进党不就在干这个事吗 对不对 今天民众党他们也在打超私 这个事情 对啊 超私没有被监督 结果发现 这家公司刚成立之后 马上就可以接农业部 7亿元订单 对不对 然后一开始数据还都不懂 那你有没有侵害到人民的权利 当然有啊 因为你现在浪费的钱 全部都人民的纳税钱啊 对 然后还有过去就是 动不动就查人民水表 所以行政权独大 才会侵害人民权利啊 那行政权独大怎么办 就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嘛 现在我们的国会改革 就只是要强化那个监督机制而已啊 权责相扶 然后相互制衡 才能够保障人民 这才是民主的真谛啊 可是林又昌民党的 这地方林又昌不是这样说的耶 他说蓝白两党 透过立法院扩权 侵害民进党行政院 让民进党虽然执政 但却让政府没钱可花 让民进党执政也没有政绩 所以在2026-2028选举当中 败选 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阳谋 所以 所以你们让民党没钱啊 所以人家才讲了 林又昌吃了陈诗大烧 陈诗豆沙包嘛 他想的就是民进党选举赢啊 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太凸显了 如果你们把钱用到别的地方去 比如说用到别的建设 我手上没钱 我怎么绑装 我怎么养1450 我怎么打选战 这些纳税人的钱 这些国库的钱 本来是我民进党的竞选经费 被你多分一点 我就少花一点 你们怎么那么坏 害我民进党没办法执政 林又昌就是讲的大白话 我们缴税给他 他想的是他的选举啊 是这样吗 我们想要是国家好好运作嘛 我们想要是政府为人民着想嘛 结果你林又昌想的只有你们民进党 讲的大白话 然后再来就是林又昌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大白话之外 一堆谎言啦 真的一堆谎言 他不是跑去跟民众讲说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蓝白举手就可以把你抓去关 有这一条吗 那一天我当面就质询卓鸿泰啊 我问他哪一条 卓鸿泰还在凹耶 他说哎呀官员也是一般人啊 如果你们举手可以把官员抓去关 官员是一般人吗 你当时林又昌讲话是一般群众好不好 里面下面全部都群众 你可以说谎 行政院长可以在国会殿堂硬凹成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即便是官员 那是只要蓝白举手就可以关吗 也不是啊 是移送给检察官嘛 检察官要起诉法官来判嘛 所以就是满口的都是谎言 我觉得林又昌的造谣 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全责相扑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看那两天卓鸿泰在 在立法院备巡啦 也是就是 也是讲不太清楚 那也是很难拗啦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 他们就不是在道理的那一边 所以呢 我这个也可以回过来 回过头来讲这个千惠问的问 就是说 那为什么老柯一开始不愿变 因为真的很难变 他们都知道他们讲都是歪理啦 很容易就被人家戳破了啦 到时候真的 真的很期待看看老柯到底要怎么拗这个事情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